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金南区的居民就告诉明镜追击 9月12日夜间在金南区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9月11日也有事上往前走 这段时间来自天津市金南区居民的散步也好 示威也罢都没有停止过 而且整个势头有越来越大的方向在发展 有居民就表示他们目前的诉求就是经济诉求 希望天津官方给一个说法 希望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能够站出来给他们一个交代 天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定规模比较大规模的散步示威 主要的原因就像您现在图片中所看到的 天津市金南区531处置的结果 所给到居民的方案 现在大家并不满意 所以要透过这样的方式上街来表达不满 希望官方能够做一些调整 在这一次相关的示威情况之前 来看一看整个事情的梗概 大概是在5月31日的晚上6点多钟 天津市金南区八里台东路部分路面就隆起开裂 邻近社区非常突出的碧桂园凤井庭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 当时的说法 楼歪歪地列列这样的情况 包括地下车厂的一些墙体都已经开裂出现了渗水的情况 那到了6月1日凌晨1点多钟 凤井庭院是近3000名住户被陆续疏散至了附近的酒店 并且在安置酒店或者在外租房 一直到现在到9月12日上传这一则视频的时候 造成地线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官方的微博 在6月8日发布的情况 做了一个通报 专家初步判断 这次事件是属于突发的地质灾害 专家是推断地下1300米的深度以下 疑似存在地质的空腔 不排除是地日井的施工 它最后触及到了深层地质的构造 从而导致涉事地区浅层水土流失 出现地面沉降等现象 这是官方当时的说法了 到了8月28日 金南区政府是向相关的居民发布了一份 金南区巴里台镇局部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安置方案 其中也是提及 经过综合研判 中国国家相关部委和商业机构的权威专家成立了专家组 就认为此次事件是巴里台东路东侧地热勘探井作业过程之中 突遇构造破碎弹和地下空洞发生的局部突发性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而且强调 这次的地质灾害较为罕见 按照技术规范和既有的地质资料 尚不可预见 突遇这种地质构造 现在引发天津市金南区居民不满的 就是安置方案中比较核心的内容了 对于奉景庭院 受影响的大概三千多人四千人 那么给到的安置方案是两种 奉景庭院37到43号楼 以及45号楼 采取产权置换的方式安置 奉景庭院44号楼46号到52号楼 是采取产权置换 或者是修缮回居方式安置 被安置人要自行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 而且安置方式一经选定是不得更改 根据官方发制的安置方案的内容 除了前面提到的奉景庭院三四千居民业主受到影响之外 还有一个蓝岸庭院150号到163号楼 也是受到了影响 对于这14栋楼里面的居民业主 官方给到的安置方式 是采取修缮回居方式安置 蓝岸庭院受影响的这14栋楼 它是多层建筑 但是楼高没有奉景庭院那么高 所以受影响的人数相对小一点 保守估计也是有几百人 根据相关居民的介绍 8月28日天津市基南区给到的安置方案 是引来了业主的普遍的不满 而业主采取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直接 就是去散步去示威 您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就是9月11日的夜间 在天津市基南区巴黎台镇碧桂园社区的外边 当地的居民就3355成军结队 站在那里表达不满 那透过视频是没有看到有人喊口号 事实上警察似乎也没有见到 有居民就表示 参加这次活动的大概是200多人 这一段视频显示的是9月11日的夜间 在天津市基南区政府的外边 居民的说法 200人到400多人是参加了活动 在表达不满 甚至是一度是站到了马路上边 基南区人民政府脸面上的这个梯子 在视频中其实看得也很清楚 根据明镜追记了解到的情况 其实从8月28日以来 受影响的这几千个居民 相关的游行是非散步 其实就没有停止过 您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稍微早一点 有居民说是发育生在8月29日 也有居民说是8月28日 当天可以看到 在京南区人民政府的外边 那就是有数百人在聚集 警察也是非常的多 透过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 态势一度是比较的紧张 参加了多次类似活动的一些居民业主 就表示他们其实心已经很累了 但是还会继续参加 诉求很简单很明确 是经济诉求没有政治方面的诉求 所以还是希望当地的官员也好 官方也罢 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把安置方案做一些调整 给他们更多的选项 如果不满足的话 他们表示会继续去上街 因为现在业主居民受影响的 主要是要上班 所以他们目前是夜间活动 不排除以后会白天上街 周末上街 也不排除会突破京南区这个范围 也有业主就特别表示 希望天津市立把手 天津市委书记 目前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明尔能够站出来 关注这个事情 给他们一个说法 现在业主们说的意见 那比较的多 概括起来大概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 目前政府官方指定置换的房源 是距离凤井庭院 两公里到六公里左右的 三个小区的房子 新房县房 要给他们进行置换 原则就是 总价基本相当 面积匹配 然后位置匹配这三大原则 那有一些业主就表示 另外一个小区 距离凤井庭院 两公里小区的一些房子 现在地基也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 那给他们做置换房 让他们住到那边去 是不是一定安全了 第二点就是在价钱上了 去接纳受影响的凤井庭院 南岸庭院业主的这三个小区的新房 那有一些老业主就认为啊 不值目前官方评估的这个价钱 因为这三个小区的房子 价钱估高了 所以给到他们的面积就补少了 所以这个很多细节在里面 有业主基于价钱的因素就表示 那希望政府给一个多的选项 就是你不要搞房源的置换 你搞价钱的置换 把钱给我置换出来 我拿着钱哪怕是去你指定的这三个商品房项目 三个小区我去买二手房 可能都会更实惠一些 因为买的面积会更大 而且有一些小区 现在为了推自己的二手房 推新房还会送一些车位 所以他们希望给到一个现金的选项 第三点就是所谓的修缮回居方式 就是政府官方把房子V楼给你修好了 经过专业的鉴定没有问题了 那么受影响的凤井庭院 以及南岸庭院的业主就要回签 关于这一点 现在很多业主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一方面就是安全性到底有没有保障 会不会又有所谓的突发性不可抗力的因素 又发生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整个事件 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 其实当地在天津甚至全国 大家都已经知道 未来他们再卖这个房子是非常的难 明镜追击所获得的凤井庭院的居民 对官方安置方案所做的回馈的一份表格 可以看到密密麻麻 按满了业主的手印 反对官方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房源的置换 一个是维修以后回签 反对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十左右 天津市近南区人民政府 一位负责和受影响的业主进行沟通协调的 女性官员在接受民进追击 咨询时就表示 她比较忙 还有一场会议要开 如果说呢 要听政府的表态 她建议去找 京南区人民政府的相关部门 至于是什么部门 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位女性官员就表示 她也不知道 关于五三一天津的楼歪歪地劣劣事件 其实明镜追击在几个月之前 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当时有业主就提及 如果说最后给到的方案 他们不满意 他们就会动一动 当然就眼下的态势来说 9月12日往前走 其实相关的散布示威 都已经进行了 差不多是两周的时间了 会不会如一些业主所表态的 要继续把它做大 做出所谓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媒体来关注 让官员给一个说法 需要观察 目前客观来看 梳理下来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这个安置方案 引发了民怨 媒体是非常的少 至于有些业主所说的 那把想动搞大一点 让陈敏尔出来说话 给一个方案 这个恐怕业主自己也没有更多的信心 因为他归根结底 还是取决于业主们表态 到底有多么的强烈 甚至是强硬 其实像天津 目前发生的群体信用事件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 中国别的地方也有不少 当然天津这一次规模确实是比较的大 持续时间也比较的长了 能够看到在这些群体信用事件之中 受影响的当事人 他的一些意见的表达 其实是没有足够多的渠道 被官方去听进去 去记录进去 在方案中反馈出来 其实在几个月之前的节目之中 就有业主告诉民进追击 他们的重要方案之一 就是政府给钱 或者是说去打热井的企业 给现金就是他们的首要选择 但是在最终的方案之中 他们最热切期待的 偏偏是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第一时间 不少业主就上街了 第二点就是处理流程不透明 以天津的为三要事件为例 那官方反复强调的是不可抗力 没有办法预知的因素 所导致的楼歪歪地烈烈地沉沉 但是居民也好 包括一些民间的一些专业机构 透过社交群组就表示 从五月底一直到九月中旬 没有任何一个官方部门 技术部门向他们呈现 事故本身的任何一份专业报告 他们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所以官方的这个说法 对他们来说没有足够的信服力 另外一点就是危机处理的方式 其实包括天津的业主们说的也是比较多的 整个事情看下来就是官方政府在大包大揽 又是教练员 又是运动员 还是裁判员 比如说在估价 这个非常敏感的细节之上 目前估价委托人叫做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它的实际控制人是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所以是如假包换的国有独资企业 然后这家企业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作为估价委托人去挑选或者是授权评估单位 对受影响的凤井庭院 蓝岸庭院的业主 他的家 5月30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来进行评估 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像一些业主所说的强调或者说定性是天灾的是你 然后呢 制定出置换方案的是你 在置换方案之中 完成估价的又是你是你是你都是你 那最后是不是挖了坑 让业主往中间来跳呢 这是不少业主非常不满意的 他也凸显了中国的官方在一些危机事件 群体性事件应对之中其实是处于进退失去完全没有了转环的空间 其实在天津的531事件之中去打地热井的这个企业 那你说完全没有责任 现在业主也不相信 如果说企业承担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在这个过程之中做一些协调 做一些监督 处在中间的位置之上 不说能够解决矛盾吧 但是对弱化矛盾这个层面来说呢 是有帮助的 最后来看看能不能如业主所愿 逼出陈敏尔吧 明镜追击也会做进一步的跟进 陈敏尔目前估计也是焦头烂额 因为舆情对他非常的不利 包括9月11日天津公交系统已经长达半年时间 工资迟发不发 相关的社保没有缴棋 这样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 公开信息是可以看到 天津公交集团目前是有职工1.83万人 其中公交驾驶员是1.14万人 占比62% 在天津客运市场 天津公交集团的份额是达到90%以上 公交现网已经在天津的16个行政区实现全覆盖 这么大的一家巨无霸 它截至去年底是处于负资产状态 2020年到2022年接受天津市级财政以及区级财政的财政拨款补贴 分别是22.6亿元 32.5亿元和32.9亿元 所以直接的一个原因 疫情的冲击对天津公交集团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1万多人又是被欠薪又被停了社保 6月份的工资 9月份才刚刚下发 如果这么大一个群体 也像天津市京南区受影响的业主一样 去街上散步去示威 想必天津的主政官员会更加焦头烂额 来看看中国的教辅行业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 在疫情之后有比较长的疤痕效应 那么教辅行业其实是吸收解决就业比较大的 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产业 但是就是在9月12日 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是发布了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以及相关负责人对这个办法所做的说明 透过这个细节能够看到中国官方是没有回头的迹象了 仍然会非常严格的去打击所谓的隐形辅导 隐形培训 那根据中国教育部官网所援引的教育培训监管负责人的说法 就是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高度重视双减工作 所谓的双减就是减轻校内和校外的学习压力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条款已经被写进了 2021年11月份通过的中共百年历史决议 这位相关负责人还引述习近平的说法 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要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根据这样的一些所谓指导原则 10月15日就要落地的中国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就特别规定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 同时如果有专门的实体的培训场所 或者包括有网站有应用程序的这样的 再加上有两名以上相关老师人员 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的 经过发现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 并对举办者是处罚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这项办法还规定擅自组织面向三岁以上 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的社会性竞赛活动 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国搞所谓的双减对教育培训产业 可以说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是说在大城市 一二线城市 地方的管理部门落实双减还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到了三四线城市 小城市 尤其是到了中国的县域这个层面 其实很多政策都不好使 包括老师的补课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实的存在 中国学生负担重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情况就不断的凸显 不断的严重化 它涉及到的 或者说之所以中国学生负担重 因素非常的多 有文化的因素 有制度的因素 比较直接的突出的就是 高考它对人才选拔的机制作用 如果说没有出现明显的动摇 高考的升大率 升本率 211率 985率 如果说不和高中学校脱钩的话 不和老师的荣誉 收入脱钩的话 那其实呢 民间有这样的需求 学校也希望孩子和家长 课后能够把功课来补一补 包括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也提了二三十年 中国官方也没有去投入很多的真金白银 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北京是在尝试去解决 但是冰冻三十 非一日之寒 所以像校外培训行政处罚 暂行办法 这样非常严格的做法 它不是一个好的药方 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